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最近這幾年 因為地球暖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然後在我手上呢 有一個圖像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NASA公布就是七月 氣候 對 然後看起來呢 其實整個像是暖爐一樣 就是全都是紅紅 感覺是火在燒的感覺 而且紅到中間這樣黑的這樣子 是BBQ啊 而且看到真的就是我兒子講的 完了 完了BBQ了 對 兩個星星的一句話 對 真的 然後非常奇怪 天氣造成歐洲 最近出現五百年來 最嚴重的乾旱 對 然後有可能常常造成 譬如說森林大火啊 很多的問題 然後日本最近也是 百年來最熱的夏天了 四十... What? 四十五度啊 對... 對 就是很熱很熱 對 然後像歐洲以前根本沒有這麼熱 天氣天氣 他們是因為這樣 有很多人因為 沒錯 中暑啊 或是熱衰竭 就覺得很可怕 而且這個乾旱真的 也讓那個歐洲那個藍銀河 水位真的降低 降低之後呢 就是觀光業啊 也非常大的影響 然後水力發電啊 又減少 也受到影響 全球經濟是整個是大幅度的衰退 對 然後又因為 其他國家的戰爭 造成可能很多麵粉啊 什麼原物料的... 其實然後它也影響到 很多就業的狀況 像捷舞在的詐騙又非常多 真的喔 很可怕 然後呢 我們又遇到疫情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看 今年二零二二年 到底還有哪些很奇怪的事情 好的 歡迎大家 我小時候 最熱的天氣大概就是 三十四 三十五 就是夏天 但是現在動不動就三十六 三十九 而且以前的冬天 真的是很明顯的冬天 像我以前在練田徑的時候 我們冬天的時候 我們在...我在台灣在台北喔 我們那時候冬天是可以穿 三條褲子的 三層褲子 就早上五點起來的時候 那時候有束褲 然後再穿長褲 然後再穿那個... 在短的那一種 那個...雪褲 真的那時候真的很冷 五六點的時候 現在完全沒有中天氣 因為暖化得太嚴重了 沒有中天氣 然後全球氣溫平均上升了 零點四度 所以我想問一下大家 就是這樣子暖化的問題呢 像之前韓國首爾就淹大水 這一次的那個暴雨 韓國 尤其是首爾的那個暴雨 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那到六月 我們真的是乾旱非常嚴重 所以呢 就是山巷啊什麼的 火災也很多 然後大家都很擔心 結果乾旱 就是維持很久之後呢 溫度 首爾的溫度 高到三十七點六耶 對 那其實你們知道 韓國夏天其實本來不那麼熱 對... 對... 所以大概三四年之前 我們也不太需要在家裡開容器 可是三十七點六 真的... 從家裡到停車場的那個路上 就是整個流汗 我覺得怎麼會... 而且是很溫的那種... 對... 完全沒風的那種熱 真的...真的很熱 一般首爾好像 譬如說像我們播出九月了嘛 晚上你們早就已經涼了 都在穿外套 可是問題是現在 這包夜 又變濃了 早上首爾只有十度 對... 好奇怪的天氣 變化真的太奇怪了 然後呢就... 乾旱 然後那個... 溫度很高 然後突然就開始暴雨了 像這個是我們大學生 或是高中生 讀書的讀書館 那個地方 淹水了 淹水了 對... 這個是捷運站 到那個天花板全部都... 整個就是下來 那個地鐵站 全部不能開了吧 對... 這個從下面 就是直接這樣子進來 灌進去 對... 整個都是淹水 變情形穿了 然後更可怕... 打亂生活了 工作也沒辦法做了 對... 更可怕... 這個是醫院 哇... 真的... 醫院啊 那醫院裡面的病人怎麼辦呢 對...而且醫療研究才完全不能碰到水 對... 這個醫院也是淹水 然後我是在家裡嘛 就看到外面 就是整個路的那個水 真的是很誇張 然後很多車子 在路上回家下班的路上 全部都是淹水了 對... 然後有一個 這個是在韓國 最有名的一個照片 這個真的是 手耳 他已經淹到一半了耶 這是最熱鬧的市區嗎 對... 張南啊... 張南 而且他整個引擎蓋 他車子已經... 已經淹到... 一定要衝過去 那台車應該都雞雞了啦 其實他是記者 為了報到 張南的那個... 災情 情況 他就... 沒辦法回家了 然後在車上 只能打到說 天啊... 不要不要再下去... 然後就有人家的那個情況 就是被拍到的 暴雨的期間就是很短嘛 就是兩天左右 然後呢我就是... 那個時候我才趕出門 然後就看到路上 很多車子啦 還沒有辦法回家的 被整個淹掉耶 這個都壞掉了吧 對... 所以這個是... 我在路上就是... 停一個弧線的時候 就算水位退了 他也交通也癱瘓了 因為他也沒有那麼多 脫掉車可以掉的 然後他有很多衛生問題 都報出來 之前看計生上流的時候 你們有些房子是在地下室 那那些完全... 應該都淹掉 那那些... 有些人是真的... 生活很困苦的 對啊 因為那個... 我們心裡想說 你出去就好啦 不是嗎 可是因為那個速度 太快了 然後呢... 門也打不開 是... 水灌進來門就打不開了 對啊 就是... 然後救援也來不及 因為路是這樣子 他們就... 而且太多地方要救援 所以根本也... 對... 所以人死亡 然後好像是政府說 以後不要住... 那個蓋... 地下室的房子 這個很難... 很難預料你知道嗎 你說... 像這種突然... 以前那個照片看起來 像我們不是多年前 連中效能動物事段 全部都淹到水 淹到水 淹到那個手把 賣到了手把 很像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特定有什麼樣的 氣候變異的時候 突然下降的雨 像這幾天不是有的時候 台灣某些地方 大太陽的啦 有的人下午偶震雨的啦 那我們想說 那大概你那個雨 也就有限嘛 下下來就沒了對不對 這幾天 早上我出門 因為我最近會去打球嘛 出門去打球 看一下車上室外的溫度 可能早上七八點 三十八點五度 七八點 這麼熱 還沒打 才在四灰兩下 就已經爆汗 然後呢打到下午 下午之後像 這兩天就有朋友 馬上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一個影片 他說我們這邊沒下雨 就有一個球場淹大水 那個大水是 因為你知道球場 它的草皮 一定排水系統 比較做得很好 那但是呢 他可以球場的耐衣去 我就影片裡面 有幾個人扛著球帶 沒辦法打 水淹到快吸蓋 哇 這麼高 球場耶 球場 排水系統排不掉了 排不掉 就這樣 所以你說這個 怎麼預料 氣候變遷太可怕了 這完全沒有辦法預料 氣候還下很大 所以你會覺得 哇 措手不及 我們新店也是 前幾天那個下大雨 哇 那個暴雷雨 嚇死人了 這前幾天那個暴雷雨 超可怕的 像我們緬甸 也有加入這個企業的暴風儀 就像在那個冰烏輪 或者是它的名字叫 這是我們緬甸以前是避暑聖地 然後之前會淹 但不會像今年一樣的淹得這麼嚴重 我姑媽說 就三十年來 今年是最嚴重的 然後淹成這樣子 也在七月 七月底 今年的七月底 三十幾號 沒有颱風啊 什麼沒有 沒有沒有 就是暴風雨 啪啪啪 突然來的 對對對 然後那些水啊 什麼啊 還有就是有些人要救出來 要救出來的時候 都要用那個船 滑出來 然後有些人是載到房頂上面 屋頂上面 對 然後我們之前就是有淹 是有淹 但是沒有像今年一樣 這麼嚴重 這麼誇張 對 這柴筍也很嚴重 所以以前大概是淹到什麼樣的位置 差不多就是腳啊 腳踝這裡 腳踝這裡 這種 對 而且有些家當喔 家當都那個水是就啪啪 就像那瀑布一樣 家當棉被那些都是紅 被沖出來 對 我姑媽說 他後面的那一條街冰箱 都是直接沖的 那有沒有去打開 看看有沒有水果還是 那時候你沒有心情 對 那時候命要緊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危險 那一大型家具在這水上面飄 你能出去也很危險 而且敲到頭就暈倒了 對 而且有些有漏電的問題 所以千萬不要在水裡面 也很危險 不知道為什麼今年的企業 怎麼會講的 雞皮給大家都犯 地球真的生病 真的好可怕 惠宜 泰國很多地方就是很容易淹水 所以我們淹水是覺得是正常的 就像曼谷跟帕亞 我們的淹水就是一下下 等一下沒有下雨 一下下 那個水就排掉了 就是很像來不及排的那種感覺 可是今年不是 今年曼谷 淹水是非常非常嚴重 水真的是太多 太多到那種就是淹水 這個是前兩個月拍的 你看 然後你想喔 如果曼谷淹水也會塞車 然後很多地方也是 曼谷淹水就已經很塞了 淹又更恐怖 更恐怖 然後重點是什麼知道嗎 今年呢 不只曼谷淹水很嚴重 我們泰國北部也是淹水非常非常嚴重 就是像這張照片 你看只看到我頂著頂著 天啊 這煙好誇張 對 然後造成就是 好像有一千多個人 就是沒有房子 我記得以前 台灣夏天都會有颱風 不管是大的小的 對 有 今年 都沒有 對 我也是覺得 因為颱風我們會不希望 它造成任何傷害 但不然我們也覺得 就覺得這個地球 會不會覺得不習慣 這地球的健康好像跟人體一樣 是不可逆的 已經生病了 但我們現在只能補救了 對 而且你無法去猜測 它到底會怎麼變化 對 像我就是上個月 七月的時候 其實我也在日本 對 我真的發現 真的好熱喔 因為你知道 我就是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我都還沒有感受到這麼熱 但今年就是停 就是可能大概一兩個小時 你知道就是轉冷氣的地方 旁邊不是那種塑膠的那種嗎 它真的是快要融化 那種就是會產生 那種黏黏的那種 對 我想說也太熱了吧 但是今天這個日本 真的是非常誇張 因為像日本人 其實他們現在啊 就沒有非常強制 大家一定要戴口罩 其實很多人都是 熱中暑 死掉的 對 所以他們現在 其實基本上出去 都不會給小朋友戴那個口罩 太悶了 太熱了 就是你只可能會熱中暑之類的 對 但是我就覺得 像是這樣子的話 就還有一個地方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邊你們看 你就覺得很誇張 就熱到就是玉米 就是那種爆米花 那種 對 就是在日本 對 我給你們看一下 玉米變爆米花了 這很誇張耶 它就是直接變成 直接變爆米花 對啊 這樣老闆 這個一般來說 都要用瓦斯來煮 因為以前都會有都市傳說說 很熱把荷包蛋放到車頂就熟了 對 就熟了 我沒想到這個誇張 我七月在西班牙 後面放那個生雞蛋 然後下車再上車 晚上用的 想說要煮個蛋花湯 結果一打開來變什麼 全溫全蛋 所以有點蛋 已經半年節那個 對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就是可以熱到直接 在路邊 你可以直接吃爆米花的概念 我覺得真的太熱了 但是我覺得 像我去 要帶點鹽巴 因為我媽 我父母跟我說 那個今年不用回日本 因為太熱 所以我想問你那個 現在的台北跟東京那一個 感覺比較熱 我覺得 東京真的很熱 因為我在那邊讀書 我真的受不了 因為它的熱是那種就是 乾熱的那一種 壓迫那種熱 感覺會被吸乾的 對 然後你出去 就是整個就是會有那種 熱風的那一種 所以你知道在日本 其實他們就是有發明 很多那種周邊 就是降溫的 就是一些小周邊 我覺得是滿好 他們還滿聰明的 像是這一種 就是它這個就是繞在脖子 或是手上其實都可以 它這個是 只要是氣溫 就是溫度是二十七度以下 它就可以解凍 二十七度就可以 對 所以它這種設計是很好 你不需要可能真的要冷凍 可能負幾度才可以 對 它這種就是 可以掛在脖子上給小朋友 然後就都很降溫 就都很涼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我覺得這個很棒 日本人真的很會設計 就是它是這樣一罐 然後它噴出來 有點像史萊姆 然後你可以自己捏 然後有些人就會把它 做成像這樣子 手環 又或者是項鍊 直接戴在脖子上面 這麼酷 對 或是你可以做大一點 便宜 腰圈子 或是那個整個護腰 對 護腰圈 要不要把它塗進衣服 我史萊姆穿上去 對 我就覺得它好聰明 真的好聰明 做了一些很棒的周邊 就是防止就是可以熱中暑 因為今年真的太誇張 所以你覺得東京 還是比台北現在熱 我真的覺得比台北熱 東京比台北熱 那會 你有覺得嗎 還是你覺得 沒有回去 我今年真的會熱 你先幫你花回去 你先待在台灣 日本真的好熱 真的 今天真的超熱 好的 那美國 那美國自從1895年以來 那個氣溫是從-17度 變成-16度 是近十年來最熱的十年 那像我們蒙大拿州 就是我家的這一週啊 我之前回去 大概冬天也才-20度而已 那我爸爸說 他小時候都是-30度 然後再講我奶奶 我奶奶小的時候 還看得到北極熊啊 那個時候 對啊 -50度 超冷的 50度 對 然後我現在只 最多我上次回去 才-26度 最冷的一天 那真的還好耶 -26度 你也是最厲害的感覺 還好耶 從奶奶到尾 現在差了24度 對啊 真的差很多 那你們那個-50度 冰箱打開 冰箱算暖氣油 沒有更少 真的 因為我住的那一週 剛好是靠近加拿大 它海拔也非常高啦 就是大概像玉山 這個海拔的地方 所以它非常的冷 那像美國啊 都是像 我住的那一週 剛好也是沙漠地帶 那很多這種沙漠地帶啊 就是會有太乾的問題 會有乾旱的問題 那太乾就很容易造成大火 森林大火 那像我住的那一週 真的是沙漠地帶 所以常常都會有一些森林大火 最嚴重的20場森林大火 有14場是這15年來 哇塞 就是這幾年 都集中在這15年來 對 這15年來 有20場裡面有14場 是最嚴重的大火 對啊 所以在美國 森林大火是一件還蠻嚴重的 對 因為嚴重 竹筋要灑好多天 整片這樣都燒 對啊 所以乾旱會造成 比如說農作物收成也不好 非常的可怕 好的 那內裡 好 我們在法國 也是一樣 今年是超級恐怖 我原本來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在這邊 然後天氣會很熱 然後我看我朋友在那邊 這個夏天是來逼台灣耿耿熱 來更恐怖 真的 然後法國不是很熱的國家 對 因為你們沒有冷氣 你們有冷氣 對 真的是大的問題 是沒有冷氣 所以他們都熱到死 然後也有很多森林有火災了 真的很恐怖 真的 而且有時候 看到森林大火來 是來得很緊 就算開車也來不及多 而且那個風一吹 那個火整片就這樣子來 太滿煙了 那法國如果這麼熱 你們還是堅持喝熱咖啡嗎 還會 我們有在台形賣冰咖啡 那你們還是堅持坐在路邊 有氧的那種 露田的那一種 現在有在裝冷氣了嗎 現在 也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冷氣在法國是太 太冷的 很不常見 不是 對 很少 很少 因為我們的方式 原本有那個 暖氣 對 暖氣是那個 地環嗎 祥致 對 地環是有祥致 可以 對 對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冬天會很 還會 還會很冷 對 但是之前我們不用冷氣 尼凱 尼凱窗戶 或是你 自然風就很涼 顛峰傘 這個夠了 但是現在真的不夠了 所以他們都去 敗貨公司 敗貨公司跟台灣一樣 去吹冷氣 其實像七月 我在西班牙 葡萄牙嘛 那時候就接收到 很多人的關心 冒失 冒失 聽說現在那個 西班牙還有歐洲不是熱浪嗎 其實我發現 現在雖然我們講地球生病的暖化 可是我發現那個區域性 差別是非常大 像我七月在西班牙 我走西班牙北部 要穿羽絨衣耶 大家講西班牙 因為英國一樣 平常不會裝冷氣 暖氣的需求比冷氣還要多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受不了三十度以上 他們覺得就叫熱浪 我們覺得三十度還可以接受 所以今年其實什麼大發歷史 冷氣大發歷史 那很多人家裡面沒冷氣 怎麼辦 只要跑到那個圖書館 公共場所 甚至你會發現 很多人就直接去玩水了 所以海灘邊一堆人 因為大西洋的水 地中海的水 其實雖然有熱浪 摸起來還是冰的 所以可以很迅速的一個降溫 所以這是我自己七月 在西班牙碰到的 這樣的狀況跟情形 那如果這個時候 有人要去西班牙那邊玩的話 那衣服很難準備 其實洋蔥式穿法 真的什麼都要帶 因為像我這一趟去 短袖也帶 好 還帶一件羽絨衣 因為真的我們這一趟 一個月待在西班牙葡萄牙 我們最低溫是十二度 最高溫四十七度 差好多 一個是在西班牙北邊 一個是在西班牙南邊 可是晚上你會發現 那邊窗戶打開 還好耶 二十幾度的溫度 所以它日夜溫差就很大 讓大家著重的是 比較極端的一個氣溫 四十幾度 走在那個路上是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是直接這個熱風迎面而來 真的你會暫時無法呼吸 可是那邊好處就是說 你在綠樹之下 還是會有一些風 可以稍稍降穩 所以綠化一定要再多 對 真的 好 秋恆 我今天講的是越南的南部 那那邊也算是越南的大米碗 因為他們以農業為主 對 有九十五趴的米 是出口的 就是從那個地方 可是近年來呢 湄公河三角洲 遇到一個問題 所以一百年來最嚴重的乾旱 還有那個海水入境 對 所以那邊有非常多的家庭 他們是會面臨到飲水 飲用水短缺的問題 對 非常嚴重 所以我剛才聊的 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想再問一下大家 你們國家有沒有發生什麼 就是更罕見啊 就是歷年來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珠珠 其實在韓國也是因為剛剛我們講的 那些氣候的關係 就是 上漲 對 上漲非常的嚴重 那尤其是氣候最有關係的就是 菜 水果 雞蛋 雞蛋之類的東西 都是就是生活上的那種東西 對 最就是深深的感覺到的是 因為我們在韓國吃烤肉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是包蔵菜吃 那蔵菜 我們蔵菜跟小菜 韓國就是最有名的就是無限提供 對 現在沒有人 不是全部 可是很多餐廳開始收錢 那不過呢 這個也是老闆沒辦法 因為那雙菜啊 就是跟去年比起來 漲價 漲價三倍 三倍的價格 然後我們韓國人最愛吃的都是白菜啊對不對 白菜還有蔥啊 小黃瓜之類的那種東西都是通通漲價 所以現在對年輕人是一個很流行的東西 其實是無資出 但這個不可能 沒有啦 你不花錢啊 真的啊 無資出 tallenge 就是在很多IG啊 Facebook那種地方 他們就是認證說 我今天花的錢是零 那我給這個其實不 真的不是你完全是零 就是一直省錢的意思 對 這個之外呢 就是有些小偶爾或是大都市 就是漲價房子 對嘛 然後什麼都是就是很貴 所以有些年輕人 好吧那我只能回農村 對 就是回家 跟爸爸媽媽一起種田就好了 那我長一個吉利好了 很年輕的一個人在首爾一直上班 然後就回到家 然後呢 他就開始研究說 我們家有小小的草莓農場 那這個怎麼樣可以發展成比較大的農場 他做了一個叫Smart Farm 就是裡面呢 就是他會研究說 用一個遙控器 說在家裡可以調整 這個的溫度,氏氣 還有給草莓的營養的東西 是怎麼可能 農場的感覺 對 這種農場 對 所以這個就是發展到 現在在韓國最好吃的草莓 裡面有這個人的 對 其實一開始聽會覺得有點傷心 就是大家可能要去拚事業 可是逼著要背回家 但他們沒有要放棄 對 其實像韓國這樣 我覺得就化為機為轉機 對 像大陸有些根本就已經 看不到希望 就直接躺平 大陸就叫躺平族 反正東西都漲得 根本追不上我薪水的一個速度 所以他乾脆躺平 所以我覺得這還蠻勵志的啦 對 我覺得很好的 找到另外一個開放 換個方式 我們家裡起碼要有個草莓園 對啊 要一個上進的心 就種草莓啦 自己種草莓啦 真可愛的老師 那個日本的話 最近無價上漲 然後那個 對 然後利幣降低 對 現在的話 看一千台幣 感覺 五千利幣的 那所以這些理由上 很多外國人 包括臺灣人 想要買日本的房間 對 對 然後現在的話 那個下載 有一個APP 那個下載 然後可以看日本的房間 然後那個上Uber Eats 那個可以下訂 很方便 對 對 其實很多臺灣人問我 那個哪裡的房間比較 房價比較好 對 對 對 然後我推薦的是這邊 九州下面的福岡 因為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最近福岡市場 教售很多外資公司 像那個BCG 或是那個GAFA 那個Google Facebook之類的 然後其實下面 雄本那邊 現在有那個臺灣的TSMC 還有SONY 所以那個在這邊買房間的話 那個以後這邊的房間的價格變上漲 那如果我們在日本想要投資買房子 像這樣一個套房 或是一個房子 大概多少錢 那個福岡的話 大概五十到六十平方米的話 大概福岡的話兩三千利幣 二十坪 二十坪 兩三千萬日幣 日幣 日幣 六百 對 或是其他地方的話 金剛線 或是大阪這些地方的話 跟目前跟福岡的價錢差不多 然後以後 那個 他們這邊會做新的線 然後那個大阪也交受新的 那個很多公司 所以這些地方的會慢慢進去 所以日本的房子也是我買了之後 如果在那邊 城市也正在發展當中 他房價也是會上來 對 也是會漲 OK 所以大家要好好珍重一下 如果想要投資要好好去做一下功課 對 要做一下功課 每個地區的變化性其實蠻大的 然後以來你去日本 其實你有想要投資 今年其實我也有買一個房 大概一千多萬在那個林口那邊 但我真的看了日本的房子 我真的非常覺得 很想退掉那邊 我好想退掉 真的喔 我遇到 我在日本 我是在東京喔 然後當然不是在那種什麼 西布亞跟什麼 戴康亞那邊 戴觀山那邊 那邊一定是非常貴的 但是如果你在稍微 在邊邊一點點 像那個Sakurashimagi 那邊的房價其實 我真的看那個路邊 不是很多那種在賣房子的話 我就看到那個房子一整棟 才換算下來 台幣也才一千多萬元 整棟啊 整棟的 而且Sakurashimagi 也算是一個很好的住宅區 就是算是也是最近很熱門的 但他們房價就真的沒那麼高 因為像我在林口買那個才 扣掉公社才十五坪而已 十五坪 你再去買一百千多萬 所以你看他們那邊房價 你真的會覺得 台灣真的好貴喔 可是我們外國人買 還是有點門檻啦 對不對 像我姐夫 因為他日本人嘛 但他在北海道啦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說 真的假的 怎麼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台灣可能比如說 我這棟樓可能已經是五十年好了 那我說你會覺得那會不會就老舊啦 圍樓啦什麼的 那我繼續申請要都更啊什麼 只要你過了之後 你就很好處理了 那他們那一棟辦公大樓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自己有一棟 辦公大樓這樣五十年了 我說你就都更啊 賺死了 在我們眼裡 哇 你好有錢喔 他說你別開玩笑了 我姐姐說 我們那一棟現在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 因為這麼久了賣 賣不掉 沒有人會買 好 那你說拆掉都更重蓋 光是拆的費用 大概他是隨便說的 告訴我一個數字 大概五六千萬台幣 光要拆就花這麼多錢 還沒有蓋 好吧 那算了還是 沒有 所以要看地方 而且要看地點 而且他們的稅也是一年會比一年重 所以我們不要拿我們的遊戲規則 去討就好了 有點不太一樣 像我們緬甸也是物價也是漲 像之前就比如說一塊錢 可以買到的東西 現在要三塊錢 然後比如說一包咖啡 裡面有三十小小包 之前是免幣差不多兩千 換成台幣是三十塊左右 但是現在變成免幣 一包八千五 換成台幣是一百二十 四倍 對 然後就是物價 就是只有上 只有上 然後菜原本一把一百 你買 現在三百 你也想買也難買 對 然後原本就是可能 就是一天吃兩餐三餐 但有些人因為物價漲到 沒辦法負荷 選擇一天吃一餐 好可憐喔 真的 這會影響很多很多產業 真的 對 對 對 我聽到這個我突然 對我家旁邊的便當店 感到很愧疚 怎麼說 你曾經沒有掌嗎 不是 因為它是標榜說 最便宜的便當 料好實在 然後大隻雞腿炸起來 然後三樣菜 然後飯裝得滿滿 像一個便當 那之前那賣多少 七十五塊 哇塞 很有良心耶 七十五隻良心便宜的便當 很便宜 而且很好吃 然後我很常去吃嘛 後來我再去買 怎麼大雞腿 一樣的東西變九十塊 漲了十五寇 我就覺得我不能接受兩成 那這樣子一聽 人家四倍 對啊 好 待會再去買 對 感謝別的 我昨天去超級是要買花椰菜 綠色的花椰菜 兩顆喔 九十八塊 差不多 好貴喔 真的 所以之前買是多少 我以前 之前買七十幾 我就覺得很貴了 現在九十 九十八 我覺得名 你看一下就破一百二了 真的 好 會影 泰國是一個農業城市 一半的泰國人是 農民 像我爸也是農民 所以我們六月份的時候 是種田的時間 可是今年就是下雨水 真的是太多 把他們的田啊 種的田都是弄壞了 就是淹水 都是淹水了 因為今年的那個油 汽油真的是很高張 很高高的很誇張 你知道泰國的那個 汽油比米的價錢 海高三倍 所以他們 他們要把水抽出來的 那個機器要加油嗎 他們覺得這樣不划算 他們是直接 彈平放棄了 他們覺得 也是逼不得已 對啊 如果抽出來 那個田 如果爛掉了 然後還要去付 那個油的費用 所以他們是覺得不划算 我們法國是一樣 農業超不好 他們一兩年前 他們已經在保育園說 我們的生活都是上班 上班的事 我們賺不到錢 今年因為惹到 那個土地很乾 所以他們有這麼講 他們的菜都壞掉了 然後現在有很多人會自殺 因為他們 他們真的 因為他們的生活都是上班 是他們的 是他們的方式 是在那個想像農業 但是他們真的賺不到錢 然後我們之前已經買 那個外國的的菜 但是現在更多 因為法國會太貴 因為如果他們想賺錢 他們需要買的更貴 但是對 外國比較便宜 所以對 有很多問題 然後現在 因為你 你沒有簽的話 我們有一個小花 是喔 我要吃義大利麵 所以你沒有簽的話 就說這個 因為我要吃義大利麵 但是現在最便宜的 是還是很貴的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超恐怖 所以物價都上漲 對 他們之前可能 可能一個月可以花一百歐元 是三千台幣 但是現在可能是 這個之前是一個禮拜 現在一個月 現在是兩個禮拜而已 對 真的超級恐怖 所以物價大概 漲了大概 漲了大概 好幾層吧 所有的東西都漲了 所有的東西都是三十 三十趴多 三十 長很多 三十八十已經算很多 然後最恐怖是 我們每天吃的東西 是真的 然後之前是最便宜的 然後現在 對 編成的 對 我還看過一個影片 他在介紹 法國那邊那個是什麼 摩納哥 對不對 摩納哥不是很小嗎 然後都很有錢 都跑車嘛 對對對 但是呢 你以為所有的人都那麼有錢嗎 其實不一定 那有些沒有那麼有錢的人 他們怎麼辦 就開著車 就直接到法國去買 對啊 買食物 對不對 哇 那如果 現在連法國都變那麼貴 那他們要開去哪裡嗎 我們是 那是 摩納哥是 真的真的超級貴那邊 所以如果 對 對 全球都遇到一樣 所以有人回去 我的假的 因為我的老家在對國旁邊 那他們回去對國買 洗衣錦嗎 對 洗衣錦 或是吸 吸神器的 對 因為這個在那邊比較便宜 所以你需要花那個那個 油的 油的錢 但是還 還值錢 去一趟省的錢 都值得 都比那個油還值錢 好的 秋衡 今年越南有點奇怪的現象 我不知道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在家裡 還是說他的經濟比較快 困難了 所以就發生了很多社會的案件 對 以前沒有那麼多 但是今年來好多案件 像 像前陣子才有一個新聞 是一個繼父 他把 他 他嫁暴一個小女孩 然後把九個釘子釘到他的頭 真的很恐怖 然後前上個月的事情而已 那個男生他是開珍珠奶茶店 然後有一天有一個鄰居的小孩 三歲的小男孩 去他家 去他店裡玩 結果那個男孩就沒有回家 就他 他爺爺回家 找不到孫子就去找 結果看那個監視器發現 男孩是走到隔壁的飲料店 結果找到那個男孩在冷凍庫裡面 可是幸好 幸好那個小孩是還活著 然後趕快送去急診 那據警察 他們拿那個筆錄 做筆錄的時候 那個男生說 那個男孩一直煩 煩他 跟 要他跟他玩啊 所以他就打他 打昏倒之後 就把他放在冰箱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越來越多變態 對 是不是生活比較 苦悶 還是疫情影響 對啊 壓力也不可以這樣子 真的 聽了就會覺得酸酸的 我覺得就是這一陣子 就是天災人禍一直不斷 因為看新聞常常打開來 永遠就是看到 柬埔寨有好多人要去 天天都在報 最近 對 然後去柬埔寨的人 然後逃出來 然後那個全身都是傷啊 或是是 漫漫不見啊 所以我也是看到 這次新聞我才知道說 這麼的可怕 最近越南也是啊 在東南亞對你們來說 這是很常見的嗎 還是很罕見的新聞 沒有 我們越南 最近才看到類似的新聞 像前陣子有四十多個人 從越南跟前不在的邊界 游泳回來 游河 對 過這個河回來 回來 回來的那個民眾 他是說他在裡面 就是做的工 工時非常長 那像他老公 如果沒有達到那個月的業績的話 會被電擊 然後被打 對 那他們兩個夫妻 都是被鄰居賣走 賣過去 鄰居又說 那邊可以賺很多薪水啊 做很正常的工作 那會相信嗎 親戚或鄰居就跟你講 你就會相信啊 過去之後才知道自己被賣掉了 然後如果你要回家的話 你要付給他們兩千到四千塊美金 你才可以回家 對 我覺得如果付錢可以回來 還算小事 對 可是有時候付錢了 像他們有時候家人會錢過去 還不見得回來 真的好可怕 對 我小時候是有陸續有聽到 有一些人會被賣去中國 或錢不在啊 但是沒有到那麼嚴重 這一次真的是很嚴重 對啊 超級可怕的 那個緬甸也有 在緬甸也是這樣 像最近臺灣不是報新聞 報很多說去緬甸打工高薪 我自己是緬甸人 緬甸打工高薪 我就知道這個是坑 怎麼可能會是高薪 我想說你們要準備發展 沒有 沒有 然後就覺得 你們這我要支持你們所有產業啊 遍地開花 沒有這種事 我就覺得臺灣是這麼繁華 我們太天真了 對 臺灣是這麼繁華的地方 是我們緬甸人 都是跑到繁華的地方 怎麼會是臺灣人跑到緬甸 賺那個高薪 有高薪我們就不會一天一餐了 對啊 好理喔 然後像我姑媽說 就像這個新聞 我姑媽說在緬甸 是不是現在大爆發 不是現在才知道 我姑媽說幾年前 她朋友的小孩就有了 就是被騙到裡面去 然後是後面就沒有消息 聽說是應該是被打死 就不見了 小孩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像我自己我就知道說 我們緬甸裡面有很多種族 然後不同種族 他就有不同的軍人 時不時的他會內亂 對 像我現在是拿臺灣護照 我要回去阿嬤的那裡 我要去掃墓 我是沒辦法拿著臺灣護照進去的 萬一我發生什麼事情是 緬甸是不會負責我的安全的 因為這裡是不是在緬甸 就是政府的管轄下 所以有些地方是軍政府在管的 軍人 軍人 我們那裡就是 現在也是軍政府啊 但是 還有地方民兵啊 對對對 地方市立 地方市立 對對 有這種 然後是 我就是沒辦法進去 對 然後我有 就我聽我姑媽說 有些人是會被騙棄 就是有賣血 就是有血頭 然後不同血型 不同價錢 然後會有人在醫院瞄你 是不是缺血 要買血 要買什麼這樣子 對 真的 因為我們之前看 那柬埔寨新聞 就有看到那什麼KK 對 KK園區 對 詐騙大本寧 這到底是什麼 在我們正常人來講 賭場就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三流的地方 但裡面是什麼都有 所以說我們一般正常人 是不會去靠 在那邊比較亂一點 對對對 我們正常人是不會去靠近的 他是緬甸 但是他用的金錢流量 他不是用免幣喔 你都是泰國錢 美金 人民幣 都是不用免幣的 對 但是他的管轄下 但是他的區是緬甸的 老師 柬埔寨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看到堵塞片 從以前到現在 甚至我們講說 大家現在目光 九點都在東南亞 柬埔寨 事實上你會發現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狀況 只是呢 問題的嚴重性多寡 像詩詩提到 像緬甸 緬甸雖然是一個 在聯合國有席次的一個國家 可是他總共有一百三十六個族群 而且你看這麼多的幫 那每個地方其實都有所謂的 我們講的山寨主 山大王 那軍政府雖然是主控 可是不好意思 你到這個地方 還是要拜地投捨 所以我們知道 在泰國 緬甸 遼國 有一個最有名的叫金三角 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三國交界 那你說你到底到什麼地方 這邊其實護照都沒有用 真的你就要打通關節 這個關係 那當然也是全世界毒品 交易最多的地方 像這一次柬埔寨 大家注意的 可是你會發現 柬埔寨其實臺灣的四倍大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可是呢 真正發生的就是那樣靠海邊 這個叫西港 西哈努克港 因為柬埔寨呢 他其實這一個地方 只有靠海 那原本這個柬埔寨政府 是希望把這個地方發展觀光 所以很多的賭場 那一夕之間賭場沒有了 所以造成很多炸 這個集團入住 所以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大家都說 柬埔寨現在不能去旅遊 其實沒有啦 我覺得看你去的目的是什麼 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去觀光旅遊 因為這邊還是有五哥窟 那你去那邊旅遊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會不會有旅遊團 是把你整團騙去 除非你就是說 如果這個就要找合格的旅行社 你不要去找那種相信說 你這一團是免費 然後又可以賺錢 那這其中其實天底下沒有白癡的 所以你找一般合格的旅行社認證的 那真的就是觀光旅遊 可是他如果跟你說 我們這一趟吃這個好 然後住五星級飯店 而且我還給你錢 那基本上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那可能真的就整團帶去賣 真的 那如果說去那邊玩一玩之後 乖乖的有帶團對不對 但很多人其實說晚上大家解散之後 就自己跑出去晃啊什麼的 那個其實就是正常的賭場 就像剛剛是提到 一般人其實不會跑去 可是有些客人他就會說 有沒有賭場啊 有沒有這種所謂的當地 這個所謂的情社產業啊 那我們還是奉勸大家 出去玩的時候 其實不熟悉的 沒有熟人帶的 盡量不要去 我不敢保證說 你去那邊都很安全 可是至少這個是是非之地 常常會造成很多紛爭的 去那地方不要去探險啦 對 盡量避免啦 不要探險啦 因為在美國是不是有類似 像這樣子的詐騙 在美國人口販賣是很常聽到的耶 是因為台灣治安太好了 可能最近新聞才永遠嚇到了 還有這種事情 我們還能在進步啦 對啊 在美國這是習以為常 這我們從小聽到大 那常常會很多 會提醒我們女生 特別是女生 因為很多人他們會去觀察你 那會做一些記號啊 那常常現在抖音很紅 抖音也常常會警告女生說 如果你看到你車子啊被做記號啊 或是綁一個東西啊 或是什麼 不要去開你的車門 不要去動 趕快報警 因為其實他們很多都會 就是找到年輕單身女子 他們就會把她抓來 然後拿去當性奴啊 就是 對 所以這在美國 其實已經聽很久了 大家都知道這些事情 就是最近有很多的天災人 或是我們無法避免的 所以大家我覺得要知足 然後我覺得 珍惜所有身邊的一切 保護者的原則啊 第一個就是說 不要覺得說天底下 有這麼好的事情 會落到你身上啦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這麼好賺的話 為什麼他要告訴你 對啊 你保護者的原則 你就不會被騙了 那當地人就發了啦 對啊 一個人要憨啦 OK 好啦 小心謹慎啦 好 先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WTO姐妹會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hert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